嗨大家好我是凯莉 那今天呢又要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你想要学催眠的话 一定觉得那催眠到底可以帮到我什么东西呢 可以帮得上你好多好多的忙 因为人生无处不是催眠 你可以得到你的专业 可以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日常所有从你眼睛一张开 到你晚上疲惫眼睛闭起来 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使用得到催眠的小技巧哦 接下来第三呢 还有你如果心灵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忍 未来茫茫不知所以 我呢身在这里 我却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的这一种 你要想要自我提升 想要灵性成长 想要自我内心的探索 想要去了解自己的过去 现在未来 你童年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你现在各种的伤 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去改写你的未来 你的人生 看了紫薇斗树命盘 你要怎么样去改运 这所有的东西 其实催眠都可以帮助你哦 那就让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解释跟介绍一下 首先需要专业的人呢 需要专业的人当然我们在课程当中嘛 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课程 就是课程当中啊 你一定要拥有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理论基础要扎实嘛 对吧 学催眠 要学专业 你肯定要懂得 催眠是什么 催眠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它是借由脑波 还是借由什么其他的部分 你要去知道理论基础 那么你才能 真正的去达到学习是什么嘛 知识的部分 接下来你有了理论的基础了之后呢 总要结合 生活面你才不用去死记强背吧 所以呢我们在课程当中啊 在教催眠的过程 理论也都适合生活去做应用的 接下来呢 每堂课必教的是什么东西呢 一定要有满满的干货 满满的催眠技巧 所谓的催眠技巧是什么东西 你在发问的时候 怎么样问 会最容易问到你要的答案 怎么样去铺陈 这个整个情境 会最容易达到你想要 跟这个人人际相处的结果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 我们就常常可以用在 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头 不管亲子伴侣 或者是同事长官 向上管理向下管理平行管理 或者是业务管理都很适合 打完课之后都怎么样知道 去提起客户的兴趣了 接下来呢还有 你如果知道技巧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或者是使用总要有SOP 把按图施工保证成功 在你不熟的时候 一定要分阶段去上手 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容易成为自己的东西呢 植物的演练是一定要的啦 在课堂上我们一定就会让大家分组讨论嘛 然后食物演练嘛 那每一个人同学呢 在念催眠稿的时候 都要去彼此互动 我放倒你 你放倒我 哦 不仅呢 在学习 也可以体验到催眠 对自己的效果 是不是很生活化呢 在催眠的过程当中啊 我不是念稿就好了呢 念稿的时候 它还会有所谓的音调 大家都知道音调是如何去影响一个人 我生气的时候有生气的音调 我温柔的时候有温柔的音调 所以催眠本身 它也有所谓的音调要去调整的 还有语速 语气的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一个催眠稿当中如何起承转合 在一个情境当中你如何去形塑 在这个情境当中你想要达到的目的 你的语速在一开始的起承转合 是不是也相对的很重要 是学习的重点项目 还有你的心态面 通常你是谁 你表达出来的东西就会是你的样子 当你的心态没有形塑好的时候 你畏畏缩缩的 你其实什么都不敢 别人怎么可能被你催眠啊 哎呀 所以啊 我们的课堂当中啊 每一个堂课的时候 都会从你个人去调整你最完美的心态 专属于你自己的与他人都不同 我们最强调的就是 每一个人个体的独特性 每一个人心态很重要 当你是谁表达出去的样子 就会是你该有的样子 不要躲起来了 接下来啊 需要专业的人 当然还需要实战的技巧嘛 实战的技巧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要对个案的心理很了解 你要对催眠师本人的心理很了解 你要对催眠师遇到个案的时候 整个情境的形塑很了解 什么样的情境 什么样的形塑 什么样的话题 然后什么样的疗愈的方向 都会去跟大家铺陈了解 介绍并且教学 再来催眠的议题 非常的多样化 百变的情景的模拟 让你天天都像在玩人生VR的游乐园一样 真的很棒棒喔 除了专业学习之外啊 还有你的日常运用 当然我们为了催眠之后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各种技巧 各种情境 你都已经信守年来 非常熟人的时候 当然你在工作效能就可以提升 你还可以集中你的注意力 因为天天都在冥想嘛 天天都在自我催眠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提升专注力的时候 当然你的潜能自我开发 就会非常的提高 那么你的执行力是不是就会很强 你的厌务能力也可以增强 厌务能力怎么增强呢 因为你的说话技巧 你知道怎么样跟人去沟通 因为你知道每个人的心态 你也知道怎么建立你的心态嘛 然后接下来去加强 在业务的行销过程当中 让你的美好的信念加进去 输出去 让你的客户完全get out 然后呢 心悦臣服的牵下 你的手上那一张业务单 满拨满盆的业务业绩 就这样进来 无趣话路 接下来还有正面思考的模式 你可以用正面思考的模式 引导客户 渐渐渐渐的 在他喜欢的样子里面 去做聚焦 一样签单是我们最后的目的 聚焦了之后 他聚焦你也聚焦签 只是最后的一个达成目的的结果而已 接下来呢 人际网络的建立 催眠也可以人际网络的建立 因为啊 当你心态建立好了之后 你也知道别人的心态了之后啊 是不是你就知道 如何维系关系的关键是什么 你知道他喜欢 你知道你不喜欢 你知道你喜欢 你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他更喜欢 然后再来调节人际的紧张度 因为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催眠课程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 常常跟大家去练习 用第三视角去看整个剧本的发展 当你学会用一个其他的视角 来去看你线下人生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的喜怒哀乐 都比较不会专注在某一个小点点上 你的人生进行起来是不是也可以相对的 更容易找到你的一些卡关的盲点或误区呢 当你做了这些这么美妙的事情 你人生每个状态都是调整得很好的时候 你的 你的 你的小人运自然就会减少 因为你懂得如何去彼此互惠以及合作 人生在学习当中啊 你不是只有在搜集资讯 你总要获得智慧嘛 智慧是要干嘛用的 让你的人生觉得在生活起来的时候 是相对心情舒坦自在的 有些人生活的很好 但是他心情其实不舒坦的 那我们在学习催眠课程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时候都会让大家去 心灵沉浸体验 在心灵沉浸体验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面对探索最深刻的自我的情况之下 重整你的三观 三观是什么东西呢 人生观金钱观宇宙观 你以为的你或许不是真实的你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了解真实的你是什么 我们要去追求自己的热爱的时候 也比较不会茫然不之所以 接下来潜能开发 潜能开发出什么东西呢 你能做的与你想做的 还有你阶段性要做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他有可能是一样 有可能是不一样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探索出 一个最大公约数 那个交集的地方 或许在未来的人生追求的路上 也比较不会感到迷惘嘛 然后接下来灵性之路是什么东西呢 你的自我探索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在催眠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需要了解很多个案 未来的一些如何去跟他解决问题的过程 首先你要解决的是你个人的问题嘛 成为一个催眠师本身就需要先把自己自己整理好 我们试想如果一个发型设计师他头发不好看 你会相信他是一个很好的发型设计师吗 所以当一个催眠疗愈师 他本身自己的心灵状态就是比较圆满的 当你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之后 你理解了 那么你在未来面对个案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很清楚的发现 他其实就是走我之前跌倒的那一条路嘛 你就会心中满满的爱 好好的去疗愈他吧 用你的专业所长 去帮助别人顺便提升自己 在我们的L1的课程会有12堂的基础课 然后在我们接下来L2的课程会有8堂的实战课 以及另外8堂的疗愈主题课 让你学习到时刻保持人间清醒 有机会的话就来上凯莉的课吧 谢谢拜拜